各位礼拜天早 大家好 6月4号2023年 这个日子现在目前在大陆是一个很敏感的词 可是呢 这算是挥之不去吧 他现在用权力的让大家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在某方面是会奏效了 集体上可能没有 假如再持续一个四五十年就大概就没有了 那个人的话是决定声音在 曾经看过这个事情的 还有些偶尔有些人呢 他们年轻人 他们看到了 他们觉得身在伟大的祖国 他产生了很多矛盾 当然也是看他怎么变化 有些人还是很努力的工作 想让社会更好 那有些人就变成另外一种了 这个是很难讲 在美国 在这个二十大1920年左右 也有这种事情啊 这个有些退伍军人啊 他们因为发响啊 没有就在华盛顿示威 被迈克哈瑟的指挥军队 把他们给驱逐 镇压也死了一些人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这个东西对你知道所有的话 你就觉得是一个悲剧 可是呢 当你把所有的心 每天悲愤啊 碰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考虑了 我们也没有说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子啦 可是在美国没有人提啊 退伍军人也不会提啊 他认为这是他的耻辱嘛 对不对 那在某些地方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目前因为还是近在眼前嘛 而且我现在想啊 那一年这个发生这个事情 真的很多凑巧啊 我曾经我还有一段那个在YouTube 我没有公开发了 就是我自己的感想 六分钟的 因为呃 我父亲也在看着嘛 基本上老一辈的 哎 这些在那边搞捣乱 怎么会不整呢 啊 这是一种啊 当你说用坦克车杀了多少人 这是呃 很多种的看法 而且那一天啊 真的是张德培第一次17岁得了法王冠军 这个在某方面 他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啊 他认为是神的主义啊 呃 多年之后你回想这个 因为就是凑在那一天 一个华裔的人得了冠军 而且那时候的呃 基本上在美国 他父亲是台湾来的吧 啊 就是都是我们这种所谓的统派的啊 这种中国情节的人 呃 在大陆呢 他有这样子的 他就有各种力量 想办法说这个是五二五三五纪念日 你随便加热一些你就知道 那香港呢 有一个巨座人啊 创造这个 大概两三年前 当时在香港呢 还在演啊 啊 当时讽刺 那现在他全力的封锁 这种东西的时候 呃 他们当时就不能演了 然后台湾呢 这方面还算不错 就让他再继续演 然后还加入一些这个 香港最近发生的一些 呃 各种各样 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自由被压制的很厉害 那我不曉得 假如台湾 我的朋友啊 什么的 都是非常支持 可是在某方面呃 我是觉得都 那个 别有用意的支持 那赶快去看嘛啊 这台湾能够去的 这是很实际的支持的方法啊 那那个香港的那个维多利亚公园 这个也是持续二三十年的啊 就是很多警察在那边啊 你不能随便弄 在美国啊 这个几个华裔员啊 大概就是你 我 我不远苛责了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就放在那边 倒是一个韩国籍的啊 一个姓金的 John King 他这个人是第一次 有一次选 你选上啊 被一个 乐透奖的一个 老默 这个打败 都是好几年前的 那时候 然后第二次他选 又连任啊 他现在正好在外交主席 这美国这个众议员很奇怪啊 管世界的各种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是民主灯塔了 他就来 呃 发表一个声明 大家支持的呢 让这个 提案呢 就做一个 这下委员会的一个决议了 就可以立案 支持呃 大陆跟香港的人权了 这个也是无可后悔 这种 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就特别提着 那报纸上当然会登了一下 我看那个成员啊 可能这几个华裔的不是成员了 所以基本上只是他里面的委员会的一些人都支持啊 呃 我们知道的 有三个 而且都跟台湾呃 呃 大概跟大陆比较没关系吧 一个是刘云平 呃 赵美心 呃 呃 孟什么的啊 这几个都没看到他名字啊 我不晓得这个美心人士会怎么样来攻击他们 或者怎么样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家的一个小缺点啊 并不是说大的怎么样 哎 马英九 今年也发生 呃 他每年都发生 他只要对这种事 这个228每年去 人家吐口水 他还去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他这人是胡来人的驴子 的裸子的精神啊 他也发生 要希望大陆要正视历史啊 当他顺便也打了民进党一把啊 因为民进党很多对这个操弄是很很厉害 可是他自己的很多呃 一些问题啊 他就说要反求诸己啊 对他来讲是管用啊 对蔡英文或对有些民进党的大概不管用 不过他就是发生 我至少看了报纸还登这个 那今天很好玩啊 中国的神秋 神周15号 他翻班嘛 他就回地球 哎 是在今天降落 那以后把这些人到这个激烈日 这个因为能够降落在地球 也是很了不起的举动啊 三位呃太空呃 他们叫航天员嘛 出来呃 每一个人都是爱国啊 祖国需要我 我觉得很光荣啊 然后呃 我希望马上就下一次的这个呃 飞行 我每次看这些这各种各样的宣言政治语言啊 我已经到达一个连几步 飞弹不死 就是觉得哎 他们很会讲话 我大概是这样讲啊 可能这样子 可是我不会因此呢 呃 牢记心上 大概连续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 呃 当然也看个性 有些人就是只要看到这个就非常感动 我们常常有人看 放了一些鸡汤啊 放这些故事啊 我都是 都是会会 鸡蛋里面挑 豆腐里面挑挑骨头一样的啊 大概不好的个性 希望大家不要往这方面走啊 在那个 相隔离达会一端结束了 呃 中国的外长将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呃 在梦相对嘛 他提议当就是 南海跟 这个台湾 尤其台湾是固有的领土 实际上啊 我有时候就觉得 我现在在很多人都这么批评我 因为我就是这种观念啊 我这个台湾大陆是不可分的 我的观念非常浓厚 当然啦 他可以独立在那边 漂在那边 可是你不能说你自己不是中国人嘛 啊 这么简单啊 你你 第二个来南海 我们小的时候学那个什么九段十一段线啊 真目暗杀 所以我都觉得对美国这种举动啊 非常不以为然 那我当现在是美国人了 呃 我已经被很多人骂我是美奸了 不访问我讲话 这也是世界上很有趣的事情啊 我们个人的自由都要受到的整体的一个牵涉啊 还有啊 你看他们这些房都大概都是国防部长 大概好些国家都是呃 便衣的啊 他们平民 大概以前有这个身份 现在穿西装 还有就是穿军装 中国还有越南什么几个啊 比较这样 所以看到很明显 这这边没有什么北欧的啊 北欧我记得房长呃 国防部长好多都是女士啊 好像德国英国什么类似的啊 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同体制 那这只是一个象征吗 没有什么呃特别的啊 呃 四川的乐山啊 那个大佛的附近 旁边有个滑坡 一下就死死死啊 我们看就跟那个印度那个火车一样的 上千人的 呃 两三百人的死 然后上千人受伤啊 呃 有时候看到这些问题都是 然后看到一个战争死死了三万 那个巴库的什么的 呃 也许年纪大了 人就比较麻木了 没有那么多激情啊 好 俄国人呢 他们控诉苹果手机的窃取 他们外交官的行资 这个当苹果一定否认嘛 反正就是说 呃 这个一定有一点关 可是你是那他怎么样窃取 窃取 呃 像华为手机啊 就是互相都不准嘛 你要来收集我的资料 这个收集资料啊 也也不一定是一定有战术啊 这种价值 可是他的普遍的 好像大陆呃 前阵子开会 那几个重要的那个办公室的地方都不准 Tesla的车子在附近啊 也是一样 因为他里面有电脑广泛的收集资料 这个是一个世界趋势啊 到底要怎么禁止就不晓得 哎 美国有个智库呢 说中国呢 没跟俄国的贸易呢 没有真假 跟以前差不多 因为大家就说中国资助俄国啊 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暗地里怎么样 结果他公开的宣称 这是美国的啊 那不小心的受了政府的 某些方面给他弄出一些橄榄子 我们对你不是全面的舆论风差 在个人上你当然知道 所有人都说中国是支持他 我觉得这中国根本都是蛮中立的啊 他放这边 那些说他什么无人机盖什么盖什么的 这些都是想办法打入他 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一个集团 这点我我是深深不以为然啊 我们以事实看所有的事情 普京呢 说要到南非去参加 有一个文章 因为南非是ICC 就是国际刑警的一个组织成员 法庭的 他会不会逮捕他 因为他属于这个组织 组织要求他逮捕 所以后来有个风声说 南非想不办啊 把他给转到别的国家 我不要别的哪一个国家会接办这个竞争 因为很重要嘛 现在APAC7 这是欧美的这四五十个集团 跟这个所有的别的第三次 也由中国来俄国啦 印度领头的金砖 五国加多少国 是一个各种经济 各种能力啊 有一个特色是说 基本上中国这些别的国家 他们没有什么跟人家有盟约 俄国也是没有什么军事同盟 那欧美的来都是把他串成一块 人家打你 我就去防卫你 所以这个北约 你加入了就一个互生佛了 因为假如人家要侵占你 我就动盒子的保护啊什么的 像日本韩国 像台湾也一直说 要美国保护你什么的 可是问题是 他承认是一个中国 他怎么来跟你递这个合约 他一地合约就是争端啊 就是很危险的啊 所以这个 这是伊斯大战 这个十八九世纪的思维啊 我们每次讲什么思维 说要先进先进先进 到现在呢 还是讲以前 就跟有人说 怎么军队国家化 这倒是现代的思维 可是有些人还是 还是进化不到 那你说这个就是大力不到 就是非得要改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很难讲啊 那他们这种拉帮结派的 这是显然的 十八九世纪 二十世纪的 好像保护 说人家 打你 我觉得那中国 并没有这个 都是看林斯的一个决定 实际上这个合约 在某些方面 人家看利益啊 也是不一定一定保护你的啊 你不必把它当得很 真 全体呢 干到德国的执政的联合党 他们叫交通灯的联盟啊 红绿灯 他们总共加持有两成左右的人 赞成他这个政府啊 他一个 AFD 一个选择党 就是极端的白人主力 以后怎么样 他的声望 现在跟这个绿党都差不多 不过那个基民党 就是已经下台的 梅克尔的 听说声望 现在是最高 所以下次大选 可能基民党也上台 这个民主的 就是这方面是一个 不太稳定啊 我最近看二次大战 法国啊 德国什么的 就是他们很多那种 很快就去换人 换人各种一换 就政策就不定了 所以有些民主国 要想办法让那个人 像那个土耳其啊 各种强人 他就多执政一点时间 可能对国家整体 是比较有利啊 当然你说他假如是 极权贪腐 也是会更厉害啊 这个两难了 还有一个文章说啊 为什么很多美国的 不是白人的 支持白人至上啊 这个包括我们黄总人啊 我也知道一些人的那种 心态就是这样子 实际上你说中国人 中国人总是 其实非常严重 我自己从那边长大了 我们从小对黑人啊 对这种不同的啊 就是那可是 又对这种白人 把他当神一样看待啊 实际上真的没有必要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 那我不要教育会被转变 不过他就探讨美国啊 因为很多老末 尤其是那些 那个古巴来的啊 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不晓得 黄总人当然一定有一些啊 因为到这边都觉得自己 思潮就受到这个影响 好 印度的呃 他应该也快要选了啊 这个莫提下一次就要 接受一个甘地家族的挑战 他一个甘地的一个儿子 也长得年轻又有为啊 不过他是怎么样呢 说他一个涉嫌的一些案件 想办法判罪就不能选 不过他呢 也是一样 他觉得就算谁当选啊 中印的关系都是非常严峻的 呃 在乌尔干争 有一些很有意思啊 他这两方 都有点内斗啊 自己互相指责 这个泽连斯基指责这个 基辅的市长 因为前阵子有导弹嘛 有些人 打死了几个人而已 他就说 哎防空设施 都不够 不够多啊 不够坚强什么的 那基辅市长 听说以前是一个全级什么冠军 他也反唇相机啊 就是说哎 总统这是总统的职责 我已经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 那这个俄国方面 那瓦格拉 他很好玩 这个就更严重了 他说他从巴库木撤退的时候 俄军在沿途放地雷 要炸死他们 啊 讲那一点 他那一群都是监狱居多嘛 大概总是有这种矛盾啊 所以是很有意思 双方都是 哎真是 那个那个调调都差不多 法国网球赛又有一些情况啊 一位白俄的选手啊 他这个 他们打完就要一个记者会 可是记者都是问他问题 哎 你对这个乌俄战争的看法 你对你们的那个总统啊 那个据说是独裁者嘛 什么那个比较连级大的 也是二三十年执政的 他不愿意回答 所以人家逼他就 这次呢 他第三还第四人是 他就根本就离开 就是不开这个记者会了 那一定会受到一些处罚 可是你想想看这些记者也够烦的 他是一个白俄的选手 那另外一个选手 从那个哈萨克的 他是俄国生的 莫斯科生的 2018年规划到 他以前都是俄国的苏联的嘛 他代理他也是好手 温布顿冠军啊 他打的第三 第四人他就说因为受伤 没有办法比赛啊 好 还有一些小到小 应该是真的啊 因为在大媒体上说 美军在叙利亚 他的标题很聪动啊 因为是大陆 美军说偷游 几天就偷了四十多辆 又偷了四十九辆什么的啊 我觉得媒体都不报道嘛 这是美国侵犯人家的图体 侵犯人家的主权 你那人干什么 这群人 群说就是石油 是不是这些 美国当一讲 跟某些人签了约 怎么怎么的啊 这不是一样的违反国际 国际的这个规矩啊 好 加州的豪宅税啊 马上要召开了 就是多少词以上 这个特别 我当没看细节了 因为我也没有那种豪宅 就很多律师 很多人懂得这个 里面的一些关节 可以把它在哪个时候 怎么销售 怎么样的过来过去 就跟我们的房地产 一个什么交换啊 你卖房子得了多少钱 之后要交税 人家就会交换的啊 什么的这种的 律师总是永远会钻漏洞 所以你说法规 怎么办法完美 不太可能啊 总有漏洞 昨天这个加州很好玩 在Sacremantle 一个天主教堂 有26个吧 20多个非法移民啊 被人家运到那边 他怎么运呢 听说是用私人的喷射机 从德州 那边飞过去的啊 那加州州 那很震怒 到底怎么样 啊 因为加州是 说是他们的天堂啊 他就帮你送过来 可是问题是 这有没有违法 我也很怀疑 很有意思啊 这个大家就互相逗来逗去吧 好 就这样子 大家一个愉快的星期日 拜拜 拜拜